那么今天台湾关系法立法满45年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美国政府 国会以及民间持续跟台湾一起努力 深化双边的合作和情谊 未来台湾会继续和美国携手合作 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满45周年 总统蔡英文接见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访问团 欢迎薛瑞福主席再次率团拜访台湾 台美共同深化合作的同时 美日飞风会也将在美国时间4月11号登场 面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强化扩张 三国将联手讨论抗中并聚焦台海议题 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偏偏挑在这个时候 和前总统马英九举行骂习俄会 摆明就是把马英九当作是一个 对抗国际民主同盟的棋子 最会羞辱国民党的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中共就是在利用跟消费你的象征意涵 却硬是延期 强碰华府每日峰会 民进党担心马英九正向国际社会 释放危险的错误讯息 作家萧颖灯还改编台语歌曲 《可爱的马》变成《可爱的马》 大酸马英九握敌已经多年 今天终于回去 看着背骨的马 哦 企画永远死 明镜需要您的最后报道 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